你要尽量在这里 不要让麦克风挡到你的脸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文士凯来了 众个联系网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最多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最近我们的金钟奖节目主持人 温世凯出国出的可多了 所以欢迎温世凯的你 Hello 学员姐大家好 我是温世凯 最近去了好多地方对不对 是的 这半年我算了一下 大概去了十一个国家 十一个国家呀 不是十一次哦 一次十一个国家 那你看大家真羡慕的眼睛都通红 不过老实说呢 其实温世凯这样跑呢 他刚刚也说他有一些职业的伤害 对啊 这个学员姐应该很清楚 我们都出门 第一个我们是吃喝玩乐 去旅行 对我们是 而且我们都是属于那种真实在玩的 真吃真喝真玩 对 再一点就是 我觉得因为疫情结束以后 这三年来 有很多国外的情形 我觉得你不能够看账面上的数据 或是别人给你的数据 你一定要亲眼去现场去看 所以我才在想说 我花了这半年的时间 然后到我所熟悉的 不管是亚洲国家 欧洲国家甚至还到了美国 然后到处去看看 就是要去现场继续感受他一样 是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特别邀请了温世凯来 我们这个行平天下这一期 叫做宴下自驾 但里面有一个风格曼谷的这一篇的文章呢 是特别邀请这个温世凯帮他们写的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温世凯其实在泰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 是个游大使吗 我是泰国之友观光大使 泰国之友观光大使 所以要去泰国的你就要问温世凯了 对不对 谢谢谢谢 而且可以小小的骄傲一下 非常骄傲对不对 对因为呢 这个观光大使呢 其实很特别 而且在整个华人市场 我们讲的整个华人圈里面 我这个是一个个人奖的一个国家贡献奖 而且在台湾从我这个后面来讲的话 我这种个人奖的几乎已经没有了 那对他们来讲 对我自己来讲 跟对他们来讲说 就是我觉得都很感谢啦 但是对我变得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 这是终身值是不是 他基本上也是终身值 对 然后他就会对你说 他会寄望期望你说 你能够好好的待你这个奖势 你已经很努力了 好吗 所有的节目都上片 就是努力的推广泰国 不过我觉得其实真的 台湾的朋友非常喜欢泰国 真的 所以我们这次呢 针对就是泰国现在最热闹的曼谷 而且我觉得曼谷 就三天一个样子 五天一个样子 对不对 真的 所以变化很快是吗 变非常大 而且呢 他的好处在哪边 就是第一个 你知道这半年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班级还没有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过往已经很熟悉的 一些景点的差异性在这边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 曼谷呢 他大概是去年开始就已经先走在第一步 就已经别人还没开放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在开放 对 泰国局好积极 对 非常的积极 所以他已经开放 开放等于是说 你现在等于是去年十月到现在 你去到曼谷去玩 你去到泰国去玩的话 每一件事情都已经ready 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呢 像这一次来 我其实还带了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 那这个好消息也就是因为 刚刚讲过说我泰国只有光大使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 我特别跟我们台湾的虎航 我们就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特别只有给我们台湾的朋友们哦 所以就只要从台湾起飞 当然其实外国朋友也OK 你从我们台湾起飞 不能讲价钱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这就是好处在这边 好康 就是你只要搭他们家的这个飞机 从台湾飞到曼谷 登基镇 你这个登基镇对不对 不要丢掉 这个登基镇它是有用的 怎么用法呢 因为我找了六家非常棒的一个 经典的我们在这个曼谷的一些店家 不是 有饭店 然后有SPA 还有呢 还有非常有名的餐厅 还有天台的这个Sky bar 然后呢 给大家做折扣 而且这些折扣是 以往你看不到的折扣 所以你只要拿那个boarding pass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说是可以非常加值 所以大家到泰国来玩 只有台湾的朋友 没有 就从台湾起飞 到降落在我们 搭虎航降落在曼谷 好 那也还就是我们台湾朋友嘛 对啦也可以啦 只要有这段的航程就可以 我们先来听听小雨的热情种下 马上回来继续聊 我们那个广播节目不能单一只讲一个那个 对啊所以我才会想说 虎航 哦拍写拍照 我就很怕你会这样 毛起来讲 那我自己写说这个是个 没有这个是个好康 然后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汤我们谢谢 然后灌篮马上进来了 好跟大家聊一下 不过这个是那个温斯凯他帮大家选择的啦 所以我觉得还是虎航其实就是因为他现在直飞的地方蛮多的喔 所以到曼谷大概多久 三个半小时 对对就到了 应该这么讲 我觉得说其实我的角色扮演是让大家知道更多太过好的东西 特别是把优惠带给大家啦 对啊那刚刚讲说因为是光大使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几年来我尽量做的也是也不独厚 所以任何的单位只要你们有觉得不错东西 愿意跟我合作 我都很乐意来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给我们的 主要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喜欢旅行的朋友有好处 回到底这些优惠要在于是什么 就是要在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游客身上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待会其实大家也可以以后呢就关注一下温斯凯自己 你现在是有部落格吗 我都有啊 你有部落格 我部落格也有 我的这个脸书 脸书上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你就找一下温斯凯或者Danny Wynn 只要打温斯凯的话基本上 他上面就可以找得到他的文章了 然后有很多的地方 因为今年也去了11个国家 有哪11个 哦好多哦 你看亚洲的国家 我几乎都跑了 那当然了这个大陆目前还没有 虽然很多邀约 可是因为 大陆要开放了嘛 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在等开放 那亚洲几乎都走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杜拜也去了 然后呢 新马党泰 然后越南 对 然后 越南我们一起去 越南我们一起去 对 还有日本啊 对啊 日本就去了几趟了 对 然后刚刚从韩国回来 韩国也去了几趟了 对啊 就还有一点秘籍 但是 蛮好的呀 你的你的那个宿命是不是就是到这个时候一马心动 我觉得可能吧 对啊对啊 你不会看一下命盘啊 上网Google一下 看今年是不是就应该毛钱 好像没有没有很特别注意过这件事情 那我可以来试试看 对啊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平常虽然说在节目上不太谈这些 但我们以前其实是有塔罗派然后也有命令老师来聊 所以每一个时期上面可能每一个人的走的运势都不太大 我觉得这点我还 参考一下嘛 我相信我相信 对只是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 对啊 不用啦 你现在网上打 通常你就要把出生年月日啊 然后什么时候生的大概打上去 那条件是你要看他仔细说明说你就要付费了 所以先大概看一下盘就好了 听我们这个秀琳姐的节目最好了 对都不用付费 你都可以收到很多的信息 对啊 我们其实就轻松聊天啦 要谢谢这些达人们愿意来啊 我觉得这一次也是因为 因为我在曼谷玩得很开心 我是放假 自己去放假 我去玩了两个礼拜 然后那个行边天下就跟我讲说 诶施凯哥啊 你里面好多资讯很多 很棒 要不要帮我们干脆整理一下 用太轻松的方式 我们就去那一边轻轻松松的玩 我说好好好 所以就帮忙写了这个 大家比较不太一样的风格曼谷 就是我自己挑选过的东西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曼谷呢 可能它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它可能跟其他什么清迈啊 清赖啊什么不太一样 但是曼谷呢 它的风格多变 它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小店啊 精品酒店啊 然后或者是创意的文创的伴手 这种小 他们自己的研发力量 我觉得他们自己的风格很明显 可是塞车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懂得 找一个区域 交通工具很重要 摩托车 我是会用 但是老实说 一般游客我倒不见的 我会推荐你们尽量选用 他们的捷运系统 它捷运系统现在越来越多 而且线路也在开发 他们比较没有这个 因为他们捷运系统都是分开来的 但是好处就是说 你大概要去的那些点 你都可以搭它的空铁也好 地铁也好 你都可以去得到 所以就上网前就还 大家还是要做一下功课 做一点功课 大部分的朋友其实都喜欢 年轻朋友都喜欢自由行 然后大概会稍微想西家带卷 人多一点的 也可以参加一些小团 或者是那种小团 刚刚讲的说 台湾有 现在都可以量身定做 对 而且他们有一些套装形成 你可以买那种one day pass 就是一天的 他到哪边集合 好像有那个KK days 那种的 对那种的 然后他们就专门去 像我的家人的话 去到那边 像因为带小朋友要去动物园 然后就说你就买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回来了 谢谢 大家都胖了 怎么办 没有了 你看我的脸 在这边真的是 中国流星网 起离世界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的金钟奖主持人 也就是温世凯 今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最热闹的曼谷 但是他就说 他刚回来以后 他胖了三公斤 真的有吗 3.5 3.5公斤 还真的看不出来 最近要穿两层的衣服 好了 不过我们不细细研究这个 但是我老实说 难得出去度假的朋友 就千万不要太挂心这些事情 因为你知道 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聊到说 在泰国的美食 因为跟我们很接近 但是人家的风味又非常的独特 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用料 对不对 香料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你像那个Sticky Rice 像这些东西 都是大牌很喜欢吃 但是那一个热量就爆表 所以从来啊 我都会建议大家出门就不要想这些事实 减肥永远是回来以后再说 但是我觉得泰国好像胖子也不多是不是 对 为什么呢 我们学到一件事跟他的食物食材有关系 你看我们书里面 对书里面就有介绍了几家 不管是经典的这个传统的太吃饵料理 或者是我们时尚的这些下午茶 你会发现到说 他们在食材上面的选用来讲很balance 很平衡 没有啊 你看他也有那个什么面皮啊 什么muffin啊 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请不要误会了我们的淀粉 好不好 不要误会淀粉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在泰国学到一件事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你看到没有 他们有很多的饭 还有刚刚讲说Sticky Rice 就是它的糯米饭 它是放冷在吃的 有没有 所以热的跟冷的有差啊 不一样 热量是在热的时候跟冷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米饭类的东西的话 是吃冷的是比较好的 所以泰国的这个米饭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那个茉莉花饭 它就放在一个茉莉花水里面 再把那个饭给放进来 进过 进过 然后冰块在上面这样 那但是是稀饭类似吗 或者像是干饭 就是干饭 但是它是用茉莉花水煮的 然后把它放冷 没错 这是一个皇家的一个料理 哦那个一上来之后 那个气味非常的好 很热 然后吃这个冰冰凉凉 感觉特别的好 所以千万不要再误会我们的淀粉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它有很多的食材 是所谓的我们叫做这个辛香料 然后这些天然的一个植物 像我自己来讲 我最喜欢的时候 走在路边上 又看到什么 它会有一种推车 那推车出来的时候 就卖了各式各样的水果 都要有水果 它的水果是咸的 加辣椒跟加酱油 对 超之 然后呢 你就买一包20 30 40块 你就一包的那个那个叫做我们的那个芒果啊 你知道吗 清芒果 哦那个腥味值又超超多的 而且又有点酸 哦 超好吃的 然后你加上酱油跟加上其他的 有的还加那个酪梨再加上 哇沙比 都有 对不对 他们的蘸料很特别 所以它在风味上面 泰国的菜强调的就是说 你呢 在你的嘴巴里面 你会有好几种风味 但是它不是单一的味道 它一定是有balance 刚才说 有咸的 它就会有甜的味道出现 然后有辣的 对对 然后会有一些带一点苦味的东西 也会出现 它会去做一个平衡 这是泰国菜最迷人的地方 对 我觉得泰北有一些妹妹们 其实皮肤都很白 哦 是啊 我听说就是因为他们吃辣的东西 辣的对血一循环 然后消耗你的热量等等 然后对皮肤啊 对身体各方面都很好 你吃辣吗 哦 我跟你讲我吃非常辣 哦 你真的好辣 对对对 你客家人 是 而且重点是他们吃咖喱 咖喱里里面的姜黄 姜黄素是最重要的一个 排毒的一个很重要的 你知道说泰国因为闷热嘛 我们常讲说身体会有湿热 去到泰国你就要靠这些辣的东西 去排汗去排毒 然后再来去做做SPA 让人工来帮你做排毒 对所以其实在泰国 你会发现你其实比较容易出汗 那出汗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新陈代谢 好是好是 对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 泰国因为很容易出汗 所以它所有的shopping center 就是它的商场 那个冷气非常的冷 所以你外面很热 一进到里面的话很冷啊 你很容易干嘛中暑 对而且会容易感冒 这种最近的新闻上还在讲是叫做冷感冒 还是热感冒 热中暑都有 然后重点是要多喝水 那温水也好冰水也好都OK 椰子汁也好 椰子汁很好 但是千万不要喝过多 过多的很凉容易拉肚子 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想减肥的人拉肚子多好 不能输理大家了 泰国的东西好吃就是它是一种平衡的 对那对我来讲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它会让我觉得胃上是很满足 还有呢我吃到肚子里面的饱足感也是很强烈 你看到我最近去吃了这个 这个一定要最近给大家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这个呢是他们 因为在疫情前我刚好他刚开的时候 我去他家吃饭 他就问我说 他说这个Danny啊 你觉得我们家的 这个是我爸爸主餐最爱的东西 可不可以卖 我说一定会大卖 你知道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他炒炒饭 蟹肉炒饭 哦那个锅器哇很厉害 而且他的蟹肉好多哦 对对对 他满满的蟹肉在上面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他他在一甘米 有一个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蛋黄蛋白的中间 OK还是在曼谷市 在曼谷市 你就做那个BTS叫 这一站通露的下一站 然后你走路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跟你讲 现在他是米其林推荐 所以非常好 非常多 教大家一件事情 你说是单狱的朋友 泰国现在有很多 所谓的网红店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 推荐店 泰国人对于米其林这件事 没有那么疯狂 但是游客是非常疯狂了 但是你要怎么做呢 他们都会开放他们自己的APP 你先去下载他的APP 他的APP里面先定位 然后你再过去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你排队的时间跟现场排队的时间差很多 因为别忘了一件事 他们也很流行外带 那那个外带 随便一堆各式各样厂牌的外带都在外面等 对 就是像我们的Uber Foodpanda 他也很多 所以你都要跟他竞争 对啊 所以还有建议大家呢 这家店早一点去啊 你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 或是十一点就可以过去 中午去那边吃 你会觉得非常享受 十一点半 差不多那个时间点 对啊 那就早点起来了 对不对 就是平常呢 其实大家都会到了国外以后 一定会要吃三餐 因为很多人都是吃早餐 觉得早餐其实就很有特色 对 对不对 那中午的时候呢 就要去排这种名店 对 那晚上呢 可能要到海边呢 或什么地方去 浪漫一下 各式各样都有 然后讲到这个浪漫的话 这个曼谷最浪漫的就是 对你这次有想的 我们这次有特别介绍 这个是 夜市 叫做 有夜市 还有呢 另外一个就是天台的酒吧 就sky bar 这个是从泰国他们首创 但是十几年前就开始越来越 风靡我们整个亚洲了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就是说 第一个 他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 大楼的屋顶上面 变成了一个吧 然后你可以整个享受 我们曼谷的璀璨的一个夜景 非常的舒服 其实现在呢 就是各个饭店啊 或者是各个这个观光旅游局呢 其实他们也都推成初心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月容庄也推了一个 好像可以在邮轮上 对不对 而且月容庄自己本身 曼谷月容庄本身 它就是很有名的 空中酒吧 四大酒吧之一 好 我们要休息一下嘛 上回来 好 脸书上的朋友们 最近有没有人要去的啊 美智 然后韩娟 我们都没有跟大家讲 我们没有直播 我在喝蛮牛啦 而且 班杨区 对 班杨区这一支 而且班杨区它 不是 它是那个 它就是最有名的一个 空中的那个 空中的酒吧 其实它是餐厅来的 它是酒吧跟餐厅 但是呢 我觉得它很跟得上流行 时尚就是它在旁边会准备一个网美灯 就是帮你 你要在那边拍漂亮的照片的话 它也是网美灯 现在要记年轻人 真的都要讲 你看像我们自己还要带灯 就是我觉得泰国在这一块就是很贴心啊 做得非常的好 很值得 为什么人家问我 你一去再去 而且我个人的这个放假首选 一定是到 基本上都会到泰国去 第一个 我们不讲它的 我们讲它的 这叫性价比是很刚好的 CP值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跟你讲就去那边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再烟烟啊 然后呢 起床了以后呢 就观光百货公司啊 做出按摩啊 现在那边的消费怎么样 现在有涨一些吗 有跟很多消费 有部分消费已经跟台北 甚至超越台北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在台北度假 现在大家为什么要往国外跑 就因为觉得国内的度假 其实真心不便宜 尤其是饭店的部分 真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 大家不一定要找那种超高级的 然后其实有很多的特色 小民宿什么也不错 对不对 你也会偶尔住一住吗 都会住啊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喜欢的原因点是因为 特别是泰国的设计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泰国其实是 整个亚洲首创的一个 就是说以前我们叫做 背包客栈 也就是 也就是那个 hostile 就是那种 你知道卖床的一间 对一床一床 对一床一床 它是亚洲第一个城市 第一个国家 它是有设计风格的 这种的一个叫做 青年之家的一个概念出现 所以其他的国家才跟进 这个在这一期的 行片天下上面也都有 就风格旅店啊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 而且跟你很贴心的 是帮大家都把这个资讯 打在后面啊 一定要 因为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 对 因为常常很多人会私讯来问我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大概 不能一个一个回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只有一天 只有两次早上跟晚上 我在上网去处理我时间 可是其他时间我没有办法 所以你太多私讯来的时候 我也没办法及时啦 所以很抱歉 所以没关系啦 但是已经整理了这么多了 大家已经很感谢了 因为这些网友网红们 其实都没有义务做这些事情 但是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分享 中国流星网红旗里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们的旅游达人温世凯 来到我们这里 跟大家分享行片天下 这一期呢 其实有特别介绍到 我们的这个曼谷啊 那尤其是曼谷 不管是白天啊 晚上啊或夜生活啊 然后其实要浪漫可以 然后要风格也有 然后要创新也不错 但是要懂得怎么玩 那当然啊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 还有听音乐的时候 那秀琳姐有特别强调一件事 就是你知道这个饭店这件事 以往我们的饭店呢 就是住一个晚上而已 可是这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可能专门去做饭店旅行 就是在饭店里面要好好的休息 我们要挑选一个 跟自己适合的风格的一个饭店 那曼谷的饭店有什么好处呢 像这一次这一期的《行编天下》 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了 这一家呢 哇这个是不得了 好漂亮哦这里 这是哪里啊 这一家这是雅典娜 这是雅典娜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因为它本身是泰国的公主 以前的以前的别墅 不是它住的 它住的宫殿改装 所以它很有历史故事 还有最近很流行就是到泰国去穿传统服装 对不对 我也听说了 对而且外面好热 穿传统服装在外面很辛苦 时间要挑 你一定要冬天的时候去才好 可是呢这家雅典饭店的好处在哪边 因为刚刚说过 它有泰国公主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 所以它干脆饭店里面准备 免费的哦 它有泰国的服装 让你可以穿 而且可以穿出门 不是浴衣哦 不是 是而且你看到我这边有一张照片就是我穿了她的那个那个传统的服装 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你们这都好会玩啊 导览呢就会告诉你说 那以前的公主住在这一间 然后以前的皇室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你觉得说穿那么漂亮 而且呢又在吹冷气 还有历史故事多好 对其实 重点是免费的哦 最重要的是饭店的设施 其实饭店是我们花权花最多的地方 那如果是这样 就是你只去睡个觉 那住那张床 你还不如就去住一个青年旅店 没错 所以如果你要住饭店的话 你要好好的享受它提供的一切 而且呢 我跟你讲 大家都在骂说 他说 听说这个相较在亚洲里面 台湾的饭店算是价格比较高了一些 那同等值的饭店 特别是国际知名的连锁饭店 你如果去到曼谷的话 你可以享受的优惠可能会更大 那我这次里面有特别介绍 我们的洲际饭店 曼谷的洲际饭店非常的有名 可是重点来了 Intercontinental 对 它呢 因为是一个icon 就是一个lanma 标志性的饭店 很多年了 刚好碰到疫情期间 它干脆把它整个整修 90%的整修 所以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连锁集团的大饭店 对 它是完全重新整修 今年6月才 对 今年6月才整个整修出来的 所以你去到那边住的 你可以感受得到 你知道它多厉害 我叫它这个叫做什么 街王 为什么叫街王 因为它的对面 一整条街 不是 它在那个十字路口 它的location 就是三角窗的位置 它的正对面是最有名的四面佛 你走过去就可以 对 我曾经去还愿 对 然后它另外一个对面 就是我们泰国很大的 这个叫做 Central Road Shopping Center 然后它的隔壁是一个 高档的一个Shopping Center 叫Gayshan 所以你看到没有 然后大家最爱最爱最爱的一个叫Bixi 就是大卖场 就在它的旁边 所以它是不是接我 所以你就在那一边 你都不用去到哪 对 你就可以不用去挤车了 然后就不用周车劳顿 而且周围什么都有 像这个Shopping Mall底下 其实都有这个Foodcore 或者这些东西 就是你可以吃点小吃 超棒超推荐 因为什么呢 但是记得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泰国特别是这些百货商场里面的 这些美食街 它们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 它们的方式你要先去买票 先买票 先买票 它给你一张卡或是票券 然后拿这个去刷 好处是什么 像我啊 我通常都是一次先买五百块 五百块不用担心 它是除值的概念 我们讲概念 所以讲清楚就是说 它我除值了五百块的这张卡 然后去买买买 吃完了以后 对的我要结束之后 再把这张卡拿回去那个地方 它就会把里面那个剩的钱 全部退还给你 但是你如果不退还也OK 下次去再用 基本上它会告诉你说 最好是当天 免得万一它又 它会有结账上面的一个状况 也麻烦啦 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 是不是有一人到泰国 结果是不收现金 很多都是支付的方式 是扫码 其实我不觉得 不收现金这件事情是对的 应该这么说 就是它碰到的状况 因为我不做评论 因为它碰到状况 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在泰国来讲的话 它很多的所有 它叫做便利 它给你便利 第一个信用卡 它刷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条码类的东西 它也刷 你现在一个行动支付 就刚好你就什么都没有 你要有的东西 它都有 现金它也收 甚至呢 大家都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泰国 特别是曼谷最棒的 就是到处都是什么 给你去换美金 换钱的 去换它当地钱的一个 换钱的 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说 那个网红这个事件 我不做评论远一点 是它碰到的状况 跟我认知的不太一样 那我所认知的是 我所看到的就是说 如果我有行动支付 我可以用 方便 然后我有信用卡 我可以用 我方便 我有现金 我也可以用 我方便 对 但是其实现在呢 老实说台湾也应该要进步 到尽量不要用现金了 因为钱这玩意儿呢 到底是有点脏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你没有刚好带到这个钱的时候 也是举步维艰 那像现在你其实如果去大陆 或其他地方 你给他现金 他其实也是不爱收的 因为他没有钱找你 你知道吗 这个就像上一回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到大陆去玩 上厕所的时候 我碰到最大的 两毛钱 对 然后他说要刷 我说我没有 他说那不要刷 就憋着 因为我们那时候 大家提供了一些钱 那个小朋友就在门口 画了一张卡 然后上面就有一个QR code 不过我觉得啦 其实慢慢的 我们大家都会找到 都会找到一个电子支付的方式啦 但是这个就是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像现在泰国 是不是钱也换了新钱了 跟以前的那个 因为老国王不在了 国王对对改变 所以整个都在改变 但是其实我前一段时间 去泰国的时候 然后我的老钞票还留 然后别人就想跟我换 他说这是我们最 他们最敬爱的 对对对对 特别是九世皇他们要收集 对谁家还有这些老钞票的 也可以收一收 不过不要存太多了 也没什么意思 该花的还是要花到 就是你有纪念性的 可以先留一下 那其实呢 在泰国现在 其实有各种方式的玩 那交通状况呢 其实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说 有一些地铁啊空铁啊 其实各方面都可以带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请这个Danny好好来 跟大家聊一下 什么是伴手礼是最好带的 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 好 嗨亲爱的 是Jim吗 John 傻 我给你老花眼看不清楚 立芬 你有没有老花眼 你是近视的 有啊 我有近视 闪光跟老花 所以我现在是多焦点的 对我现在有一只眼睛近视 有一只眼睛有点远视 所以然后有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混乱 我之前 那天跟Eric在讨论的时候 我本来之前要去做蕾射 后来就发现到说 因为我的度数 因为你必须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对对对 然后还有干眼的问题 哦那干眼比较麻烦 对就没办法 但是还好我现在戴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们戴眼镜 就是你要就到处去尝试 你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适合的 而且眼光很重要 但我的 我其实早期的时候 我只有那个近视眼的时候 大概两百多度 然后我就是雷射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那时候两百多度可以哦 两百多度可以啊 然后我到现在 其实我自己觉得眼睛都还蛮好的 就那个时候是因为去什么 亚马逊河去什么 一整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就在想说 你看我们出门在外 常常这个很麻烦 而且一下子就雾了 对很麻烦 然后也没办法进去 我有在试过 对但是我现在用这一个 新的这个多焦点 我从去年戴到这样 我非常满意 不会逃婚吗 不会 我戴我试过多焦有点婚 我自己的经验值 验光很重要 你一定要找对地方验光 而且找对技术 然后找对 那个镜片跟你是适合的 然后我 你看我戴了那么多年 要不然戴一副 这个几千上万的 但是其实很多很漂亮 对 但是 有的时候焦也帮你看 但是像我配完以后 我就觉得戴了不舒服 所以是废了 对啊 像我以前来讲最害怕 因为很多人认识 我都会知道说 陆克好久没见 他可能会在捷运上面 看到温世凯 住在那边 在那边滑手机 其实我不是滑手机 我在打字 因为我是靠手机写文章 所以我在那边打字 所以你眼睛好伤哦 这么小的字 所以我以前 你常会看到我 把眼镜拿下来 可是后来 我刚刚说过说 你找对 人家 我觉得那个经验很重要 那个师傅的经验 帮你弄好了以后 对不对 不需要 我觉得这一点差很多 有时候我们主持晚会更是 哦 我现在都不太愿意 接颁奖典礼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 那个名单 得奖名单 一长串的时候 这看不清楚 然后又会跑 对 然后虽然 虽然大家都有手卡 可是那个手卡 太小了 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刚刚讲说 这个当然技术了 给年轻人吃 对 对 不过其实这些真的是 就是身体上面的变化 生活上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因为 但是我觉得 很好啊 反正人生就是很自然 对 然后我们到一个阶段 就接受那个阶段的 对啊 对啊 我一直都是喜欢 但我觉得我们成熟了也蛮好 就是别人对我们都特别孝顺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喜欢 我们喜欢跟秀典姐出门 对他也蛮孝顺我的 特别是跟 不是 跟秀典姐出门的好处是什么 他们会比照办理 他们下去秀典姐说 就顺便会让我沾一点光 也没有 我们还是要跟着 那个Danny Danny哦 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有 特殊优惠 金钟奖还是不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 我们继续聊 众人心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 再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温世凯 就是我们的旅游达人 同时也是泰国达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他们其实去了曼谷 大概有十几天 对不对 我自己去了十四天 对 因为我刚刚说 我前面去了十一个 你没有在那里买房子啊 我跟你讲 有点想过 我这次 不好意思 可以说 我还真的去看呢 因为最近好多人在那个 泰国看房子 我还真的去 因为我本来很久以前 我就打算了 但是因为我没有 我身家不够厚 但是呢 我最近去看了一些 小套房 小套房 然后有预售的状况 就是给自己度假用 我现在想要设立自己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未来我要去 反正我对泰国这么熟悉 而且我喜欢那个环境 我可能真的会去那边置餐 所以我现在开始要做功课 好好来研究在泰国 这个 我跟妳讲 我这次去 稍微多加一个房间 我们去还可以逃奔你 我跟妳 我真的可以下一次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我上一次去看房的经验值 对 因为我是自己去看的 纯粹是自己去看的 所以我跟妳讲 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蛮亚 我先问一下泰国有没有公社比这个事情 我跟妳讲 没有 他的公社超漂亮 他们就是在卖公社 但是他卖公社 可是你的房子平数没有把那个扣掉 没有 还是实际平数的 实际平数 那真好 这就是 我跟妳讲 我看到有好几家 这个他的公社竟然比饭店还漂亮 是不是 现在就是要做得漂亮 然后又要有吸引力 但是最重要仍然是location location 所以你看我们去泰国旅游 特别到曼谷旅游 我刚刚讲过说 为什么刚刚说 接王 对接王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交通上面 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都在什么打卡上面 你要去享受 你要去栽烟烟 慢慢的好好玩 而且老实说 你到了这个国家以后 你不可能每一个点都去到了 所以你其实在哪里 你就享受那一下 然后那个就已经很舒服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我常会跟大家讲 留点遗憾 你就下次会再来 然后你就觉得 现在第二次来的时候 因为你不会那么陌生的 你会觉得更舒服啊 对啊 然后再一点 就接来越有亲切感 对 还有那个Big C 虽然说大家很喜欢在那里面去买 可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都跟着网路上 以前我们告诉大家 对 买的 还在买那些东西 什么必买的 对 没有叫必买这件事 重点是你喜不喜欢 你喜欢才是 你如果是别人说的必买 那是别人说的 对 那要不要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现在买这些东西就跟日本一样 有一些药啊 你也不要随便带进来了 我举个例子 对 我们有一天呢 大家就 因为泰国是可以退税 但是不要忘了 2000块以上是可以退税 有 我自己以前曾经有一个 很好笑的一个经验子 也就是 我花了2500块 可以退税哦 不错哦 对不对 就好了 去办 办了以后呢 然后那个税呢 大概只有100多块 我想说100多块也OK 就到了机场去 去退以后呢 再收个手续费 我只剩下几十块钱 哈哈哈哈 所以跟大家讲说 这些都是 但是Big C不是可以退税吗 Big C可以 对哦 就你直接买完了以后 就当场去找他这个 做这个退税的动作 那个是动作 但是你真的退税 那个钱还是要在机场 还是要去排队吗 机场对 但是重点是跟大家讲说 有几个地方是很值得买 不过时间点更重要 七月 我这次去 我跟大家讲说 七月份去的时候 七月底 一路到八月 这叫做他们的 Summer sale 年中 就是一年的中间 哦对 那个 那个是要很恐怖 百分之七十percent off 也就是打三折啊 真的打 你知道吗 对 我很少买一些 就是对自己制装的东西 很少 但是这一次没办法 其实温世凯蛮爱漂亮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工作上 人帅嘛 对不对 我们工作上面 有时候会需要 是需要 对 我经常被人家讲说 人家说 温世凯 你那件衣服 要不要换一下 已经看你上电视穿三次了 但是好衣服 真的就耐穿嘛 是不是 我们的想法就这样嘛 对 而且艺人没有规定 每一次都要换衣服了 后来发现到一件事 哎 我看了一双鞋 然后就赶紧 PO给我哥 看我说哥 你要不要买 他说帮我买 然后就 因为怎么 那一双鞋 百分三千多块的 不是百分三千多块的 后来呢 打三折而已 你要不要买 不到一千块啊 那当然就买啦 对 不好意思 有我的尺寸 没有我哥的尺寸 你就买两双 没有只能买给我自己穿啊 对啊 所以我就买了一堆 但是 但是我们现在是 跟大家分享好康哦 但是也不要失心疯 因为你有时候 真的觉得便宜 我就每个颜色来一套 可是你回来以后 你又觉得 啊 其实穿来穿去都这样啊 其实这点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 对 忍住 但是重点是 你一定要买什么 我建议大家买 是泰国品牌 因为买泰国品牌 你就发现到说 第一个你跟台湾 你就找不到 跟你一样的 对 而且你不会去比价 那比了价以后 你就不会去 他怎么他买的 比我更便宜 你搞一个团 我们跟你好吧 我觉得下次 我们在起立世界 我们下次在起立世界 来搞一团 然后跟着温斯凯去 吃个玩乐去旅行 对啊 而且我跟你讲 吃呢 也是刚刚讲说 吃很重要 是传统的 还有在地文化的特色 他们的流行史上 更是厉害 台湾现在不是 也开始在流行 一些很浮夸的 那个下午茶吗 对对对 我跟你讲 都是从泰国那边 学过来的 他们也很浮夸 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在玩 这个一直在冒烟 这是干冰啊 我跟你讲 我说他旁边这些呢 哦他旁边的这些就厉害了 这是有甜有闲 对他就把泰国 这家叫做 Divana Sineater这个cafe 而且他在百货公司的二楼 你就在那边 他搭成一个花棚 所以你觉得你进去以后 你好像在室外花棚 那种享受下午茶的感觉 而且这家Divana 最厉害是刚刚讲说 他把那个皇家的点心拿出来 再加上西方的像Scon这些 然后把它整合 有甜有鞋 有泰国的风味 重点来了 它最上面的那个 它有一个果冻 那个果冻就是最近很流行的 他们叫做做鲜花果冻 我知道他在里面雕花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他用那根针 还是用一个什么东西 一根针 一根针 对然后慢慢把这个 颜料把这些可以吃的东西 没错把弄成一朵花 我问过他做那朵花要15分钟 那他一天到底只能卖几克就没有 所以你可能要先订 不需要 重点是因为呢 他们家很知道说 这是他们家先开始起来的一个风潮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来 现在台湾也有了 现在很多了 就是就学他们了 但是弄得真漂亮 我的意思是说 而且你想到没有 你一来的时候 哇那个烟雾弥漫 整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王公贵族的感觉 对尤其是在那个 就是在太古曼谷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热热 非常热 但如果吃到一个冰冰凉凉 就是这个烟雾弥漫的感觉 还蛮浪漫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Danny 温世凯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泰国有趣味的事情 可以上他的部落人去看看 谢谢 我们来听听王兴玲的热爱 四点四路要全主持的 美食来哈啦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拜拜 谢谢脸书上的朋友 拜拜